好那么在花莲地区呢 许多社福机构因为疫情与强症造成了产业萧条 那么间接影响到弱势捐款的额度 将乡长游淑珍募集社会捐助了10万元 透过公所同仁的基金专户 并且配合了基因狮子会每合5个社福单位 期盼能够稍稍来缓解社福机构的服务开销 花莲地区许多社福机构 又因为疫情和强症造成产业萧条 间接影响到弱势捐款额度 吉安香兰游淑珍特别募集社会捐助10万元 透过公所仁爱基金专户 配合精英诗子会的媒合 总共有5个社福单位受助 希望可以稍微缓解社福机构的服务开销 社会关怀爱心共力大家一起来 吉安香公所集结了诗子会以及爱心的社团 针对于这一次中秋佳节前 为我们5个社会福利机构来作为爱心的捐款 因为有感从疫情之后 0403带来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变迁 还有资源的不足赞助款的巨检 我们一直抛砖以一在这一次的中秋节 来带来暖暖的一起募集爱送社福机构的 这样的一个关怀慰慰慰活动 所以今天来到清明堂 让我们一起关心 无管是社会福利或者是 若是家户的每一个愿童 以及需要被关怀的人都能够带来暖暖被爱的幸福 这一次受证单位包括了 必须大教养院、黎明教养院 原住民少年儿童之家、山木中心 还有家福中心 各获得2万块钱的捐助 乡长游淑珍希望透过抛针引玉的行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弱势团体的现况困境 也建立仁爱基金公司协力的捐赠平台 要让爱心捐款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 介入会见相报道